字幕提供 如果家裡只有你一個是高靈人士 為免嚇倒家人 又不想被人捉去封眼封身 亂吐一通,唯有看見也裝不見 但如果子女都是有靈異體質 還要被靈體大整骨 作為父母,不可能袖手旁觀 當作沒事 我們當然希望今天的嘉賓家裡沒事 台灣的Anderson的靈探很像撞探 總有一瓣喊在左近,一定有些東西 歡迎收看總有一瓣喊在左近 今集這位嘉賓 曾經在其他節目出現過 他是一個高靈人士 兼有自己修法、修行 就是Dep,你好 你好… 但今集多說一些關於你的靈異經歷 好,可以 你本身是有陰陽眼 還是你本身因為修了髮 所以看到東西 我小時候也看到 我小時候試過發燒 我聽我媽媽說很高燒 很高燒之後 我晚上不舒服 睜開眼睛就看到很多綠色的同學 我的樣子是同學 我的肚子好像是火圈 圍著我跳,好像在做儀式 我很頭暈,很不舒服 我問我媽媽,因為我不知道 為何你叫那麼多同學來 這裡和我一起玩 但我很累,我動不了 那時候應該是凌晨2、3時 我媽媽就跟我說 晚上不要亂說話 因為她可能也害怕 然後翌日帶我去一些阿菇 因為我媽媽是潮州人 我也是潮州人 很相信這些東西 對,翌日就去找阿菇 阿菇跟我媽媽說 你的小孩的眼睛跟別人不同 不知道後面拿了一張符出來 燒,燒完之後就塞進礦泉水 然後他一口自己喝了 我好像不用喝,沒甚麼 噴你 然後噴到我一臉都是 那個經歷真的很難受 那個感覺受不了 從此以後,我決定了 有甚麼我也不跟媽媽說 即是被人噴的經歷 比看見更辛苦 對,就是這樣 然後小時候還有… 有時媽媽帶我去攝太歲 我記得不知道是甚麼地方 裡面有一個圓形的地方 有很多羅漢、很多菩薩 她說攝太歲,拜誰 今年要拜誰是誰 我不知道,然後我看一看 為何這個菩薩沒有金色的能量 沒有金色的光 後面有一個人 為何有人有金色的光 我不會拜,要拜一個帽 我問我媽媽 她說你懂甚麼 要攝太歲,別胡說 又以為我看到不好的東西 其實那時候我不知道 現在回想起 其實那個是在位的菩薩 應該是拜在位的菩薩 所以她不是在一個帽子裡 她就出來了 在她附近有個金光包圍 包圍著金色的光 我現在才知道 現在學習了東西 或者處理多了、見多了 就知道小時候不懂表達 又說不出 然後我媽媽以為我嚇她 然後就是有這種情況 小時候,從小到大 有看到菩薩或一些負面的能量 也有看到過 那是否不算是遺傳 是突然間自己發燒後 就好像開了窗口 應該不是遺傳 因為我沒有聽過我爸媽說過 她們也看到 是否發燒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發燒 我的記憶是最深刻的 好 想起來 有一個靈魂是不斷發生的 怎樣 不斷遇到的 一個女士 我記得中午時 我當時有回考 然後我阿姨借了一間房子 讓我去溫習 我一個人想著沒有人騷擾我 但並不是沒有人騷擾我 有靈體騷擾你 對 去那裡溫習 然後沒甚麼 經常雪櫃不知為何自己打開 雪櫃是吸索的 怎會自己打開 然後我也不理會 有一天約我的朋友和同學 打算一起溫習 上來我那裡 我們在廳溫習 雪櫃是在廚房 我的同學就跟我說 你聽到有人的聲音嗎 有人說話 然後說 對,應該很接近,你別管那麼多 我知道有甚麼事 你聽到那麼厲害 然後我就這樣想 然後她就走去廚房 看到雪櫃 她剛在裡面拿了汽水 然後自己關掉 然後看到雪櫃打開了 她臉都青了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我當時就跟進去看 然後看到一位美女蹲在那裡 然後我看到… 那時我很明顯… 平時也看不到那麼清楚 是實體的… 即是透透的 然後看到雪櫃不用關掉 有她,壞了就壞了 然後我跟同學走 我打算走,回家,沒事了 然後到街上 又不知為何 好像又不記得剛發生甚麼事 到街上又看到一個長髮的女生 又不記得是否同一個 或者我只看到一個靈體 又偷偷地 但當時不知道是靈體 覺得是人 我住在香港,有電車 她站了兩條電車軌的中間 當時是10時多,11時 街上沒甚麼人 然後有兩輛電車要走過去 然後我就大叫 看車 我不知道為何突然有那麼勇氣 然後兩輛電車通過後 我看到她去了哪裡 然後我就… 我臉都青了 然後就不管了,回家了 然後跟媽媽說 媽媽又帶我去找阿菇 然後叫我喝符水 這次不是噴我 我覺得喝也沒甚麼 你噴我便很辛苦 之後就沒甚麼 我想過了四、五、六年 然後我出來工作 這個女人又遇上了 你又記得是同一個 也戴了那段時間 樣子差不多 因為我記得她的衣著 是爛生爛世,黑色袍 深黑色 黑色袍在爛下滴水 然後有一次我在廣州出差 然後我朋友開車去接我 當時是農曆七月份 我好記得 我看到他們開車 然後我看到有人在草叢 好像在走出來 然後說有人,我說慢一點 然後他就說哪裡有 然後斷了另一條線 然後我看到那個人 然後快到了時 就透明了,沒有了 然後我就覺得糟糕 然後我就不管了 然後去送我回酒店 然後我就照常 照常在酒店洗澡等各方面 我就照睡覺,膽粗糟 誰知道無緣無故聽到水聲 滴滴滴滴 然後我就朦朦朦朦地睜開眼 看到有個黑袍的女人 倒吊在門口 倒吊,他是蹲在那裡倒吊 然後滴水,看著我 我很害怕,很有壓迫感 我就裝沒事 我走去哪裡,他就轉去哪裡 然後我就慢慢… 因為他在門口,就是在門口 我就慢慢走過去,假裝見不到 慢慢開門 慢慢出去關門,拿房卡 很冷靜 到樓下看到人之後,馬上跑 看到有人才放心 那時候非常害怕 最後發生了甚麼事 真的可以令這個黑袍女子 從此消失 之後我跟他溝通過 其實他就說… 他是我前世的冤親寨主 從小到大 他就說是我小時候… 以前小時候,因為是達官貴人 將軍的後代 然後就下令浸死他 因為我小時候不懂事 然後他就說是我害怕的 前世的事情,我現在這一輩子 我當然不知道 我跟他說 我真的甚麼都不知道 沒辦法,你需要甚麼 我可以誠心向你道歉,還給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要聽我說一句道歉的話 對不起 然後我說完之後 再誠心給他東西 然後以後就沒有見過他 放下了他的執念 就只有一句 再加上勵金 少許甜點也要 為何他不早跟你說 不需要大家糾纏這麼久 對,但他不可以親口索求東西 這是陰間的規矩 不是勒索,他如果說了就是勒索 但如果他可以放下他的執著 就是對他的人生、對我的人生都好 是 大家放在和頭走 如果自己意會到的話 那就是有緣分去解決 好,待會回來之後 再聽聽你其他個案 我很好 因為我知道太多了 對… Dab,剛才你說過冤親債主的事 但我知道你還有一些 冤親債主的故事 是,因為我有幫人處理一些問題 或者是靈魂的問題,前世之類 我經常幫人擺和頭走 經常去墳場宵夜 以前也要 現在一直都有 有一次我去幫人工作時 眼尾看見有個骷髏骨頭 成身盔甲的 牽著一把大褲頭 在這裡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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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然後我心想,應該是我的嗎 關我的事嗎 他好像走過來我這邊 然後我問一下 原來關我的事 我以前對他做過甚麼 以前打仗,我也打過仗 然後我的心態就是 不要緊,我要還的也還給你 你要想怎樣就怎樣 然後不知為何機緣巧合 那些衣包裡面有一些釘 不知一拿就爆光了 然後我還給你 你要這樣還就這樣還 然後照做事就沒有理會 但那一刻的釘應該不會放過你 對,這麼輕鬆的 這麼輕鬆的 對,其實他應該無法把我的身體 然後我又感覺不到他有跟著我 然後他回到家,晚上 突然半夜兩、三時 我兒子就不停在哭 還沒聽過他這樣哭 多少歲 那時候是一歲多 一歲多的時間 剛才我衝過去,問甚麼事 然後我看到有個頭在飛來 就是今早的那個,骷髏的頭 然後我兒子很害怕 因為我有時處理 我要控制整個大局 我都要找我老婆幫忙 我老婆定住整個環境 不要讓她先離開 然後我就去處理,說話 我媽媽… 所以你太太也有學法 對,然後一起處理了 這個冤親債主 他覺得我以前跟他打仗 我以前有傷害過他 但是沒有殺他 他覺得我看不起他 我看到他騙底良傷 他就說你殺了我 你這樣扔我,沒意思 然後我就說 你這樣,我也不想殺你 然後他就… 在暴殺,不理他 但又不殺他 然後他就覺得我在虐待他 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說清楚,其實我的態度不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放過我 原諒我 然後我就不再騷擾我的兒子 之後就沒事了 就是這樣 如果真的相信這件事 今天只有你投胎 他投不了胎 也是的,因為他很執著 因為他執著 你事可殺不可欲 你現在不殺我,就是看不起我 他的態度就是這樣 但反正我有另一個問題 當你說頭在飛來飛去 你兒子哭得瘋了的時候 其實你的兒子看到 就知道了 是的 太太有學法 老公有學法 小朋友很難 兒子沒有學法 遺傳了 很搞笑,我老婆… 我那裡是地鋪 然後我老婆種了花在後巷 然後就去淋花,帶著我的兒子 然後我兒子在後巷 看到別人的後巷的樓梯 然後指著他那裡 那個伯伯在做甚麼 然後 aż巷直告訴我老婆 對於是我老婆我按摩 想說沒有人 那 managesger 他說我們沒關係 我們別管和其他人 打算拖 başka他的樓梯 我兒子拿手持圖 前進店,拿一支圖子去 問你在做甚麼 然後我老婆很害怕 直接抱起了他 只是關門又跑了 因為我老婆說 你們父子經常看到,我看不到 令我很害怕,很搞笑 令她看完,對吧 那就有大家共同話題 一家親… 對 這個經歷挺有趣,我兒子 我們做的平常人就算了 不簡單,我也是簡單 看看Edison的影片就算了 你別越簡單,可能也會看到 麻煩一起看看,好嗎 好 大家好,我是Edison 今天會帶大家去一個 非常熟悉的廢氣高中學校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回學校吧 好,現在準備要下雨 我現在去一部麻煩電影 這部電影是台灣戒嚴時期 一間高中發生的學校 相信大家應該會知道是哪一間 事不宜遲,我們就進去這間學校 探索,去看看 為甚麼這間學校會荒廢 其實是因為外面的公路 是一個死亡公路 是以前國民政府的一個戰備道路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話 外面的道路會被戰機飛過 但因為現在也有車在走 而導致發生過很多名案 差不多有37至40多人死亡 所以在外面的高速公路上 都會看到有很多座廟 距離也很短 希望制止一些網民 不知道這間學校 是否因為外面的道路 而導致到這裡荒廢到現在 差不多已經荒廢了22至30年歷史 在電影中 其中有一幕 一個教官的貴手的廁所位置 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看看 其實我們… 糟糕 有點驚青的感覺 沒事的 好,那我們出去了 長長的走廊 大家有沒有一些熟悉的感覺 好 好,那我們現在一間一間進去 現在來到第二間 看見他應該勾住了 我們可以進去 這個是… 電影中其中一個 教員室的一間房間 我們進去看看 現在嗅到有一陣很舊時的味道 有點縮縮 現在整個學校環境 相信大家都有塵傷積極的感覺 真的有舊叫 應該… 先進去 不好意思,我來拍攝 沒設施嗎 不好意思,我只是來拍攝 我看見很多東西留下來 一些急救包 有些… 這張椅子,我真的害怕 然後四周都是很難的 看到嗎?上面都是關上青苔 最恐怖是這三個東西 好,我們這邊繼續走 我們看看是否能夠到 我先看見 看到整個區域 整個櫃都在放下服的地方 這塊鏡子,前面那塊鏡子 很害怕 但也是陳傷性 最重要是… 甚麼事 整個藥物在上面 很多買衣服的東西 好,我們出去了 很奇怪的是 正當我要離開的時候 前面聽到有衝刺的聲音 那我不走過去了 那就先拍攝了這麼多 這間學校很恐怖 挺精彩的 對 這次… 我們問問師傅看得到嗎 好… 剛開始的自拍照片 兩邊都有半個頭 是嗎 疊了半個頭 好像是攝石人 即是街上的照片 在學校的照片 然後在街上有兩個半個頭 一個就是這樣,一個就是這樣 然後看到學校 有個窗在右邊的窗 已經有人凍了 突然向上推動一下 對,你也看到嗎 好的 第一間房間好像是教員室 教員室裡面已經有兩、三個 是學生嗎 我應該不是學生 他不是穿校服 穿那些好像精神病院的袖子 白色袖子 不如我們直接找Anderson 考證一下也好 你好… 這次很厲害 我們的嘉賓已經數了不少 但我一刻也看不到 我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到我出來時 我的手指流血 又損了 然後進去時,我的頭很痛 到了我離開時,最恐怖 因為整間學校本身荒廢了很久 再加上水或電都停止了 但偏偏在遠處的廁所 聽到有沖水聲 我看到那條走廊 每次走到走廊 看不知另一邊 去遠處那裡 也有一個小妹凍了 之前有一個小妹跟過我 後來我請了她離開 這裡不是你的家,對吧 不是 不用怕 是一個後樓梯 是,其實現在也會在你旁邊 其實是跟著她,還是她的場地 那個是… 就是這邊 是 我轉向這邊了幾次 是 然後打爛陣,打了幾次 每次她捉你時都會打爛陣 那我應該有兩、三次 是,應該是 而且她應該在美術室跟著你 她在美術室蹲下 即是現在在她身旁旁邊的 是在美術室跟著她現在的 對 為何你會流血 就是因為美術室做那些… 收工 所以她跟著你,可能她也會有些… 令你有這種情況 很害怕 她想哭… 你知道這裡自己無理 為何會弄傷手指 有否被鐵線戒掉,還是甚麼 完全不知道 即是一出來便流血 對,因為其實我去每一個靈探的地方 或是去廢墟 我完全不會碰任何東西 師傅,我們現在令她那麼害怕 我們也要給她一些解決方法 你幫我幫她 身體健康 她在台灣,但現在… 現在在台灣 跟她說一聲保重 對,保重身體健康 我可以… 結束了節目後,我幫你處理一下 我也可以隔擾她,幫她處理 好… 好,隨時交換聯絡 好,再見 下次再見 好,放心 再見… 好… 再見 再見 這次是這麼即時 現場也看到 對,很明顯 是嗎 對 那個… 很擔心她,突然之間 美術室那個… 她蹲在這裡很久了 她應該是鎖住了 她自己出不來 一開門後,你很幸運 有機會當然會跟著 如果跟著她,她不是被封鎖 她就變成Edison的隨身物品 這樣離開了 其實她之前拍攝 到今天我們視像 其實也要一段時間 即是跟著她那麼久 這樣就… 所以還沒處理好 好,那就交給你了 好嗎 看節目應該也不怕 有人幫她處理 好,今集謝謝Dap師傅 好,謝謝… 靈異事件 信則有,不信則無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